属于自己的马克杯是如何硬制呢?近年来,个性商品市场越来越受欢迎,无论是个性化工仔、马克杯、手机壳等等,几乎十一柱形娱乐无所不包,这其实都与消费者心里有极大的关联,因为人们希望能透过消费的产品来凸显出个性的不同,让别人意识到自己的特色,同时也能加以欣赏。 于是呼这股追求个性化商品的风潮,连带地也引领客制化服务新经济社会的来临,一举打破过去产品内容一致化、标准化的情形,同时也打开了追求自我特色的无限空间。 1.产品特点 坊间只要是客制化的产品一定都会有马克杯的品项,但是人们总是以图样的主观性,挑选自己爱好的图形为购买的要素,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特别好用的马克杯。 2.耐用、好拿、好看的创意小物,创造了每年近上百万的商机市场。 2.材质说明 马克杯是家中常见杯子的一种,一般用于牛奶、咖啡、茶类热饮。 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用马克杯在工作休息时喝汤的习惯,杯身一般为标准圆柱形或类圆柱形并且杯身的一侧带有把手。 把手形状通常为半环,通常材质为唇瓷、幼瓷、玻璃、不锈钢或塑料。 也有少数马克杯由天然石制成,一般价格较高。 3.效果展示 客制化商品印刷推荐一生,适用多种材质,操作简单效率高。 现在立即透过填写表单及来电洽询的方式与我们联系,给你最合适的印刷方案。